在画《水上人家》的时候 一方面我用了一些比较具体化的一些东西 比较写实一点的东西 就是把《水上人家》真实的一个场景画出来 一方面也把一些我们中文化所谓的意境里面的东西 就说整个调子 整个水面的处理 并没有画得很写实 有点写意的 然后还加了一排的海鸟从那里飞过 本来这个鱼排是一个很安静的 它不会动的东西 但是这个水鸟在那里走过的时候 它的叫声 它又唤醒了这个鱼排 好像有新的一天来了 画水彩的话就是很适合表达一些水的东西 我是来自江西 这是个山区 没有船的 我来香港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就很有清洁感 因为在我以前想象当中 香港也就是一个高楼大厦的地方 但是没有想到还有这些 一直保持着比较朴素 很清明的 就是很以达子能 很接地气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在深圳跟香港交界的地方 深圳河啊 包括老湖山啊 上下白泥啊 就是这个对岸就能看到的是深圳 这边就是香港 那种感觉一点距离感都没有 都是共同的一条河 一条 隔着很近的一条河 这种东西就不管怎么样 它是这种亲情 这种感觉是抹去的 我觉得香港跟内地 就是两地共农 亦亦代险的关系 已经哪里了 这路下者名以石砾 一群的侠应 所以是怎么透明以其实 是的 咱们看到这颖中国的